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蒋亲徐胜的话更多的优点是在于这个他自身的防御也是够高 另外的话能够召唤这个吴国 而且是能够帮助围国团战的一个什么围攻啊堆裂都是很好的 徐胜的回合外的一个移成的话也是帮助吴国的一个防御也是很好的武将四修武将 很好啊 是团战的话 团战跟团战跟配合都是非常好的 神积国家是一个很好的组合 这自然不必多说过牌防御啊爆发都是很强 但是一个特点就是他跟队友的联动非常差啊 非常差 而且嘲讽非常高 但是这个组合的话掌握好用牌就可以了 掌握好亮降时机就可以了 蜀国的话我们不说了啊 这个组合大家主要玩过真击国家法都知道是一个很好的组合 但是这个组合的话 这个嘲讽实在是太高了 所以说掌握好亮降时机 尽量进中后期残局的话 那基本上你就稳了 不过也不好说 现在国战的截斗 国战的话也不好说啊 你现在的国战的话 那个人的都会打呢 你也藏不到这个boss的话也藏不到后面啊 开月一号位的话 砍出一个恐龙 然后果断跳群 然后就搞一下白号 恐龙看一下 然后出来一个小桥 小桥弹一下 这小桥弹的话 其实有时候并没有什么作用啊 结果小桥弹了 弹空了牌 结果直接逃跑了 这其实是没必要啊 三号位的话 挂一个加研码 然后桃园也没开 这不一定不能说什么啊 小桥的话本来是死人了嘛 桃园也没必要开啊 加加的话是个假许 看了这下三号位 果断开乱舞 这个现在形势不是特别好 就为了杀一个小桥直接开个乱舞 合适吗 难道这个三号是群雄 三群 小桥跟孙权坐掉 被杀了 然后乱舞 吕布出来 砍一下这个七号 叫做雷弓还不灭 看来不是群雄 但是假许你为了乱舞 然后触动触发你这个雷击 这个打法 我觉得强行开团的话 有点鲁莽啊 有点鲁莽 最近后面有许多人还没亮将呢 对吧 鲁莽陆迅 防守由于 现在是个进攻的一个状态 鲁莽没什么用 只能靠陆迅 这个防御性也不行啊 很容易被打崩 否刑群雄现在是属于被分割的一个状态啊 所以说我们还是有机会的 主持者并没有亮国家 降低下嘲讽 因为三个群雄 一直只有三个群雄了 而且我们的话 是不care的啊 三个群雄的啊 则说不怕啊 使用一个真机 降下嘲讽 让他们继续出力 别想到现在出来一个徐楚跟典尾 徐楚典尾招下的一顿干啊 再把一个吕布跟老头给打了出来 吕布老头这下话信贝勒 哎呦 贝勒的话就要靠恐龙包养 恐龙的副将还不知道 应该不是满腾 是满腾就亮了 三个群雄的话 现在已经是半死不活了啊 没什么可怕的呢 一个腕键挤发 我觉得这个腕键挤发的话不好 这个腕键可以留给吕布 是吧 可以留给吕布 这个第一是消耗贾勒的牌 第二的话 你这个群雄你也是受伤害的 对吧 贾勒不能免疫红牌 是吧 老头的话又要受低血的伤害 你就是摆害而为一列 你看你这牌多好啊 摆一个闪给叫主 是吧 摆一个红桃给一个吕布 多好啊 黄中诸葛亮 那个甲雪是刚才看到的是黄中所说选的亮这样吗 那你也没必要亮一个甲雪啊 太鲁莽了 这个等级也不是很高 其实我觉得这个国战法有必要再限制下等级啊 甲雪叫主 然后九杀 九杀这个陆迅 可惜你不是吕布啊 翻张牌 还有可惜甲雪啊 这翻血熊唯有有战斗力的甲雪 还被黄中给克制 鲁蒙 鲁蒙鲁蒙现在只能是 闪口气 然后咄咄式 是吧 我们也不要亮一个国家 因为其他人的话现在状态很好 而且群雄的话 随时都有可能崩啊 我们接到射人挨一个武器 嗯 砍一下这个恐龙吧 后面许数典尾 这种情况下 该不亮将就不亮将 有一个真机就够了 国家的话只能是锦上电话 而且是有可能是火上浇油 许数典尾强行带走一个吕布 但是老头教主的话 并不想让他死 三学三当牌的话 还行吧 想捞就捞吧 吕布老头的话还是有捞的能力 但是你们群雄现在是属于被围攻的状态 不可能 不可能就是有很大的优势 基本上你看 恐龙没有进攻能力只能给牌 吕布老头的话被杀的只能是回回自救 教主的话 一边是被克制 而且他自己也是没有什么进攻能力 这三个熊熊已经是束手就擒了 他们的败局已定 我甚至觉得甲许的不该救老头 留好牌就可以了 只要有老头在 那个其他人的话是肯定不能放松对群雄的一个进攻的 教主的话是被黄中枪砍一刀 也是被对无奈去搞了一下这个陆逊 一张牌的甲许跟教主 而且牌已经知道了 没什么可怕的了 对吧 而且我们前面有一个许楚跟点尾在前面顶着 都说他们的话觉得魏国很顶不住了 只是一个单身机 并没有什么可怕的 这时候我们一定要憋得住 什么牌都不要亮 什么牌都不要亮 什么镜也不要亮 实际上有一个真机 每一回我砍一刀就可以了 因为虚树随时可能死啊 是吧 别人可能把他轻输局啊 对吧 军凶现在已经开始一眼一息了 一眼一息了 虚树间尾可能要做他最后的反扑 能做一点贡献 砍一刀 枪袭不枪袭 但他留在家里面还不至于啊 不至于不至于 长白 这时候老头的话 其实他打什么都无所谓了 本来他就是要死了 是吧 其实这时候我们救或不救的话都行啊 救他也行啊 救他也行 那多活一回合 恐龙恐龙就一杀一九 群群已经是崩了 所以说我们的话 做好就是群群崩了 然后跟这个 黄忠跟吕蒙单挑的准备了 因为以我们能力的话就算是 所以几个人联合起来也打不过我们 对吧 黄忠带走这个吕布 吕布还是趁着死得了 也不用自救了 让他收了收了得了 哎呦可惜啊 那谁杀你不是三张牌呢 对吧 夹许九杀陆逊带走 填锋啊 这填锋你可以不亮啊 这摸一张牌没这么意义啊 后面老头一定要血是吧 你这个复数也挺高的 难门如亲 我们这时候选的量这样也行 也行 这时候享受人头了 我看主持人 先带走这个吕布 我们手里有无限啊 这直接果断量降了啊 我直接跟他们2v3 2v3 2v2 2v2 教主的话已经是必死了 嗯 杀一下填锋吧 杀一下填锋 杀一下填锋 能带走就带走 带不走的话就算了 或者的话有火攻的话带走这个教主 然后再带走填锋 也行啊 是吧 刘晓涛的杀闪 杀无限跟塔 后面啊 徐楚跟典尾 这时候不应该这个裸一了 他这是有无六剑啊 你说徐楚这时候如果有杀的话 可以无脑裸一 但是我没有的话就没必要了 现在直接是强袭带的 强袭了 我们没必要去救啊 没必要去救 他死了就死了啊 嗯 就他的话只能给皇中送牌 这里面啊 其实就是 其他盟军的话 一直是被群雄所 呃 群雄所遮盖的视线啊 一直在集里去打一个群雄 群雄的话一直没有想 没有就是 壮士断腕的那种勇气啊 一直是在救 一直在救 其实有时候就没必要救了 老头的话 出来之后 三军没有战斗力 该放弃就放弃了 而且被分割 就假 说起来这个群雄打法的话也是 嗯 很糊涂啊 很糊涂 莫名其妙有量将 莫名其妙就爆发了 我们以我们能力单挑一个 黄中跟诸葛亮的话 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是吧 现在那个黄中串一个腾甲 如果在试被骗中的话 这个腾甲几乎就是一个 怎么说呢 真的是受益了 真的是受益了 不像身份诀啊 不像这个标 国战 终极 我管这个国战终极 叫国战标凤包 国战终极的话对于火攻火杀 之类的 这个牌还是不是特别多 而那个诗被骗的话 那个火烧连营啊 什么什么 就是李同心啊 这种牌 我简直是就是 腾甲的噩梦啊 腾甲几乎是没什么用处啊 然后砍一刀 巫中 这个还有一个远摇建功啊 再砍一刀 带走这个黄中 再来 再砍一刀 不得 你还能活 对吧 在我们真机跟国家的这个 颜威下啊 你还想狗活是吧 我们再看下一篇录像 最近这个什么军事联盟 也是在播 好像快播完了 好像也是不错的 就是是卫国的司马一是吧 开始的时候 我觉得电视剧一般啊 一般 剧情跟服装 就是剧情上有些历史的一些片段 我觉得不符合实施 但是它的剧情跟演员演技 还有一些情节上 制作很精良 是吧 演技很不错 还是可以看的啊 有些片段演的是确实是不错 让我这个三国粉 有些情节看的是特的拍手称快啊 第二排录像的话 依然是这位朋友星红同学录像啊 非常感谢 选江的话是一个月进 李典跟曹丕 这里肯定选一个李典啊 李典的话是卫国的万金游 干什么都行啊 既可生孩子也能够 什么都能干啊 什么都能干 嗯 月进的武将的话 固然跟李典的配合是不错 但是配草皮特更好啊 既可以翻面又可以控场AOE 是吧 这个李典跟草皮特都用是非常之好的 而月进的话跟 月进跟他的配合太单一了 而且就非常缺手牌 像这种三系武将 他本身的手牌也不怎么多 对吧 是为了主联闭和多控场的话 为了一个控场法里而又 学好牌的一武将 实在是得不偿失 游戏开始的 黄瓶银即使爆发 但是并没有什么卵药 后面是一个旁肚肝黄 太原鸡啊 减了两件之后表示啊 想留一条小命啊 不要杀我 不为要杀我 我们的话有一个南蛮入侵 门先扔了 其实可以选的留一张杀 桃子的话我觉得没必要留了 杀伞 杀伞南蛮对吧 如果你想续爆的话 留个杀伞南蛮 毕竟还有一张南蛮对吧 两张南蛮 桃子现在是没什么用处我觉得 孔荣 孔荣跟貂蚕 孔北海还是很仗义的 果断救下兄弟拉兄弟一把 表示来 我来助你一臂之力啊 火蛋黄岩鹰表示 我就要吃菜是吧 原来以为可能想留你条小命 但是你们人人是越来越多 那我可能不能留你了啊 直接九杀带走 庞子也是非常的霸气啊 也不是也是直接就是断了黄岩鹰啊 不知道黄岩鹰副角是谁 这么有魄力啊 直接管吃菜啊 我们是留了一个 是摸到一个无血 果断把闪给扔了 国外拆桥 在六号应该是一个 嗯 六号我现在不知道 孔荣开始拆一下人 其他人 然后开一个万进击翻 想把微光打出来 但是我们不可能亮将的是吧 我们是有难门的 国家亮将国家下后蹲 刚刚这一把 郭德纲起是你能惹的 孔荣选择直接把牌给黄岩鹰 表示拉去那一把 三血不卖又是飞群啊 孔荣是选择彻底放弃了吗 这把牌全部给了黄岩鹰啊 黄岩鹰的副将是一个马超 三血的马超并没有什么可怕的 他只能去砍一下这个离线的了啊 动用并不是很大 要我说的黄岩鹰其实是特别的鲁莽 之前为了吃个菜实在是太浪费了啊 我们直接滚的量将啊 南蛮入侵开出来打AOE啊 放起来啊 不用怕他们 这瘦人头啊 带着顺便带着我这个四号 然后行伤摸牌 就带先砍黄岩鹰啊 再刮一下 先杀再刮 掌八 挂掌八也行啊 因为毕竟是有缺牌嘛 缺杀嘛 我们六号位这个应该是不是位 应该状态也不是什么好将 应该我觉得应该是个鼠鹅或者群熊 在郭德高的银威面前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口中的话已经显得一烟一息了啊 但试图进行这种反扑对吧 口中搞一下这个中间这个武将 他居然没选到亮晓镜啊 所以说 恐龙选择去搞他 因为郭德高实在是搞不过啊 混完英雅买招的话 继续砍到暗晓镜 这暗晓镜其实还真是不知道啊 他说他刚回来啊 虽然间跟周瑜 怪一个闪电 这哥们儿想阴我们 哇 两个 保兔了 一个男白一个万剑 这是要爆翻了 对吧 小小直接坦这个恐龙啊 表示让你之前搞我对吧 行上墨牌 是吧 那你快服辞大家了 是什么信仰是来首牌 先带走这个分玄 先带走一个试一个 怪怪一个加一马 然后冰一下下家 然后砍一下这个黄鹰 过去拆桥 我觉得这个应该拆这个闪电啊 因为闪电的话对自己 对我们实在是不是很有利 嗯 文一点都没错了 对吧 马上猴王鹰 没有了技能 只是一个出杀的一个输出武将 没什么作用了 对吧 火攻 先决斗带走这个猴王鹰 带走一个是一个 二为一单挑一个暗将 这暗将真很不知道是不是周泰啊 或者是旁桶之类的 嗯 我们现在只要留杀 桃子作用 因为有闪电的话 我们多留几张桃子 嗯 九杀都不摸牌的 兄弟你怎么玩的 兄弟 你怎么不摸牌啊 你是注定知道杀不了魏国吗 那你之前不了将 吴龙盛也摸牌 桃子又回起来 现在状态是非常之好 铁锁连环连起来 其实我觉得之前的 火攻的闪电我们应该拆掉啊 毕竟我们有逃的话 也不怕这个六号爆发之后 带走这个国家 毕竟这个 国战中心里面有没有吊狐狸山 对吧 火柴桥 勒布斯鼠 双双打击 看你不死 其实 嗯 行吧 其实他的身份 其实 可想而知是吧 他有可能就是那么几个武将 就蓬儿童啊 周台之类的 或者说是什么武将 他们有两条命之类的 对吧 翻选旁童 多摸一张卡被翻面 直接翻过来 旁童跟一个梦霍 你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勇气 你居然还选择就要挣扎一下的呢 对吧 分明你是没有什么剩 分明你是没有什么机会的 对不对 好的 本期录像的话 到底也是我算是一个 私人定制的小小录像 大家能够喜欢的话 可以把喜欢的录像翻过来 我给你做一个视频啊 嗯 好的 本期视频到底是我 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我的视频更新 好的 希望大家了 再见 希望那个星红同学 对我给他做的视频满意啊 如果不满意的话 我会 以后再给他做吧 好的 本期视频再结束 再见 这个东西 哦 东飞 东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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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 嗯